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来到了一个月以后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说说 我使用了Fellow O的这台摩托机 5个月以后的一些感受 以及它的优点和缺点 然后我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没有多了一台摩托机 如果大家对这台摩托机还不是很熟悉 请可以参考之前我录的一个视频 这台摩托机给我的感觉 其实大体上我的使用感受真的是蛮好的 因为它真的摩得很快很安静 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点 因为我是一个对噪音很敏感的人 它的颜值真的就没有什么话好说 反正它摆在家里看着就很高兴 然后它的性能 我原来没有用过别的摩托机 但是比起我之前唯一用过的一台 那个Brata Encore 它真的是属于那种摩得很均匀 所以在做手冲的时候 我也不会担心有细粉会堵住这一个问题 然后其实我使用的最多最多的一个刻度 是从一到三之间 大概二左右是我使用的最多的 我几乎很少很少会用到超过三 我偶尔会到四 可能就是我要冲那种分五次断水 然后做一个手冲的女人 我才会摩到四 但是平时我都是在二附近游荡 之前我跟泰达说 我有带我这台摩托机去到店里 然后把它跟EK43做了一个对比 我们其实就用Fellow Ode 和EK43用它们差不多的刻度呢 用同样的咖啡豆做了一个杯测 对不对结果呢 我会过来的这种咖啡豆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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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 opinion 我会过来的这种咖啡豆做了 他们非常相似的 他们非常相似的 它是同样的咖啡豆 大概是同样的尖尔 我会说第一个咖啡豆做了 当它是冷的 这种咖啡豆做了 它是很好的激烈的 那它是不过的 我会说到那时候 我会过来的那时候 冷藏起, partner是很乾淨。 但當他們開始冷腫著一點, 他們是在吉他開始冷藏起來 很甜甜的感覺。 也是很結合、很配色的, 即使當他們和蓋的盒冷和伸佔時, 我有沒有特別有調味。 我還會在增加一點點, 和比較 strategic別的 Engagement。 但是他們是很相似的。 但還有這個漢、蓋的香味 一瓶我喜歡, 這些是不太太, 但是甜度和身體和平衡 會導致我認為這是一種味道的杯子 但他們很接近,他們很接近 所以我沒有這個需求 我覺得E對我來說還行 但是Fellow其實它現在已經有release一個新的一個Bur 它是可以磨的比E稍微再細一點點 但是這個Bur你是需要花錢買的 今年它要推出一個新的一個Bur 它就是可以磨很細很細 比如說像土耳其咖啡那種細度的 如果你在Keystar上面有backup 你是會免費收到這個Bur 其實我還蠻期待它最後新的那個墨 它的一個出來的一個結果是怎麼樣的 然後所以我覺得它的刻度上的缺點就是 真的有太多太多我是用不到的 還有一個缺點是我覺得它清醒墨有點麻煩 說真的 你要把這個東西框拿下來 然後4顆螺絲把它拆下來以後 然後拿刷子刷 一切需要用到螺絲刀的東西 我就會覺得有點難 我就不想清理了 不過還好有GIN在 它會幫我把它打開 然後我再來清理 然後重頭戲來了 再有一次我要清理墨的時候 我按照它的方法一步一步拆下來以後 最後要把墨拿出來之前的那一步 就是你要把手把它的墨往裡頂一下 它就可能會有一根什麼彈簧 這些東西把它整個彈出來 你就可以把墨很輕鬆的拿下來了 然後我發現我的墨是你可以推進去 但是它不會彈出來的 於是我們嘗試了我們所有能嘗試的辦法 終於我們把外面那個刀盤給拿出來了 於是我們就給Fellow寫了封有件 跟他介紹一下這個情況 然後Fellow說 Oh No 給你發個新的墨吧 於是我們就有了這一攤 所以我要為他們的客服點贊 其實我拿了這個墨已經有一個多月了 我也在家使用了它一個多月 然後我發現了一個很大的秘密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秘密 有很多迷之未解的那種東西 拿了這台墨以後 所謂的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我都把它解開了 這台是新的墨 這台是舊的墨 說說新的墨和舊的墨的差別吧 外觀上看真的沒有什麼差的 然後最直觀的感受就是這個蓋子 它是平的 非常感動 真的是平的沒有翹起來 對比了一下才發現 舊的這個真的是有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感覺 比較直觀的感覺 其實仔細看 它這個knocker它是不一樣的 新的這一台它這個knocker 它手按的地方 它做的比較平緩 然後舊的這台 它其實就是很銳利的一個角 所以我覺得它們在慢慢的改進 它們的一些品質上的一些小細節 不過說實話 我覺得還是舊的這台比較好用 它短一些彈起來會比較輕鬆 然後新的這一台呢 它其實它生下來比較長 它彈起來會有點費力 我希望這個不是品控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差別呢 就是它們的叉頭不一樣 它們的叉頭長的都是一樣 都是這種三孔的標準的這種三孔 但是呢 可能因為它們批次不同吧 應該就是後來又找了其他的工廠 代工這個叉頭 然後還有不一樣呢 就是我拿到這台磨豆機的時候 我就說 那叫做得很開心的來做個咖啡吧 然後按照平時要的刻度 比如說到了2 然後跨磨下來 一碗的boulders 然後當時我都懵了 為什麼我用2磨出來 就像我用12磨出來一樣 就全是特別大的顆粒 於是呢我就把它拆了 給它做了一個校準 唉 就是其實覺得這種體驗也是很不好 拿了一台新的墨 很激動的想要用它 然後發現你還要想校準一下 還好家裡有菌仔以及螺絲刀 不然的話呢 磨完豆最直觀的感受又來了 就是為什麼我們家的飛粉這麼多 就這台磨豆機它的靜電特別特別嚴重 然後它的retention也特別大 主要是就是每一次磨完豆 真的就是一片桌子都是粉 就有點像是那種James Hoffman 他在做那個視頻的即時感 一彈就是 一大坨粉掉下來 我使用了一個月 我反覆對比這兩台 我發現舊的這一彈 它真的沒有靜電問題 我磨完以後 它下面都永遠都是很乾淨很乾淨的 它不會有那種很大一塊的 什麼咖啡粉或者是銀皮吸在上面 但是這台新的它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於是呢我就又想 它們到底哪裡不一樣 好好 我把它們並排擺到了一起 仔細觀察了一下 發現了一個秘密 就是新的這一台 和舊的這一台 它整體高度其實好像差不多 但是它的這個高度 就是它的底面到它上面的這個高度 新的這一台比舊的這一台 可能高了一個稍微0.5毫米 或者是不到一毫米的一個距離吧 然後我就在想 會不會是因為它上面這一台比較高 所以它跟這個下面 它這個蓋子就會有一點點距離 因為多了這一點距離 它的粉就會飛的到處都是 然後我發現不是 因為我有嘗試在抹粉的時候 我把這一台稍微往下面壓一點 壓的跟它差不多 然後發現結果還是一樣的 這個靜電到底是哪裡來的 剛開始拿的這款磨豆機 真的它的飛粉特別特別的少 然後這一台 我覺得還不如之前的那一台 Brota Encore呢 就是它那個粉 我真的是無法忍受 對 這是一個很迷的地方 為什麼你會有這麼多靜電 然後讓我不由的想到了它們的插頭 因為它們的插頭的代工廠不一樣 雖然我給它們插的 都是同樣的一個牌插傷 但是俊仔說呢 插頭都是一樣的 然後呢 我給它們做了一個篩粉實驗 實驗的結果其實也還蠻讓我意外的 先說一下我的實驗過程嘛 我的實驗過程其實就是 分別用20顆豆倒進去 我用我比較常用的 比如說二號刻度 我磨20顆粉 然後把它們放在我的塞粉器裡 我用了400和800的塞粉器 然後我想看看它們細粉的差別 舊的這台磨豆機 它小於400 一根有0.7克 但是新的這一台 它的細粉就有0.4克 然後其它的400到800之間的呢 舊的這台有5克 新的這台是4.1克 少了整整一克哦 最後大於800的呢 舊的這台14.1克 新的這台15.1克 所以呢 根據這個結構 我可能會覺得新的這一台 對 它會更均勻一些 因為它細粉真的是非常的少 然後呢 我不死心 我又做了一次實驗 然後我把它們都調到了刻度1 我想看看它們最細的時候 它們的細粉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新的實驗結果就在這裡 所以新的這一台磨 跟舊的這一台磨比 新的這一台磨磨出來的東西 是要更均勻的 也許是因為之前啊 它不能合理的彈出來 我後來找了一下原因 發現它中間好像是連接馬達 它有一根中軸 它那根軸可能是稍微粗了那麼一點點 導致外面這個刀盤放進去的時候 它會很緊會卡住 你得用力往裡塞 你才可以把它就是放進去 所以也是導致它為什麼很難彈出來的原因 然後新的這台我拆了一下發現 它真的就是收放自如 也許是那根中軸 影響了它這個磨的一個品質吧 說回新的這台磨吧 雖然它的品質好 但是它實在是太髒了 這真的是我很不能忍受的一點 於是呢 我們昨天晚上 又給Fell發了一條郵件 跟他說明了這個情況 他給的理由呢 是因為這台是新的磨豆機 他說隨著你的磨豆機用得越久 你的殘粉可能會越少 這個我覺得他們說的也對吧 但是我的問題我覺得不在殘粉 這台新的磨豆機 我拿到手的時候 它的殘粉其實是非常少 大概就是0.1 不會超過0.2的 然後這一台它會差個 大概0.4到0.5 就還蠻嚇人的 至少是0.2起步 因為它的靜電太大了 很多那些粉都吸附在上面 你要花好長的時間 就是死命彈死命彈 才可以把它們彈下來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retention的問題 這是靜電的問題 於是Fellow又給了我們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用RDT的方式 讓你在你的磨豆之前 在豆子裡放一點點水 讓這個水來抵消它這個靜電 然後我今天就做了一台實驗 雖然會好一點吧 但是它還是完全是不能比的 這台還是很髒 會有很多銀皮 留在它的出粉孔的旁邊 但是舊的這一台 就非常乾淨 然後Fellow還說 如果我還想換呢 他們可以給我再換一台 這個問題就留給大家了 在線等機 告訴我要不要跟他們再換一台 總結 其實又收到另外一台磨豆機 解決了我之前很多迷思 因為之前我有關注一些 咖啡博主 他說他的機器 完全沒有retention的問題 但是就會有很多人說 為什麼我的有問題啊 然後之前我看 James Hoffman那視頻的時候 他的靜電這麼嚴重 讓我也覺得有點懷疑人生 為什麼我的機器 今天就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呢 收到了新的這台機器以後 一切都有了答案 因為大家使用的 並不是同一台機器 所以也沒什麼好吵的了 就是anyways 我覺得如果他真的 所有的問題都能解決 他的靜電問題沒有那麼多 然後他的墨是一個 能讓我比較輕鬆 可以彈出來清洗的墨 我覺得他就是一台 很完美的磨豆機啊 對我來說 但是可是呢 兩者不可兼得 這還是讓你有點心癢 這樣 所以呢 Fellow可能是品空翻車了 要不要買呢 我覺得得看運氣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運氣很好 你就可以give it a shot 如果運氣不好呢 那就認了 我自己還是蠻喜歡他的 但是呢 我真的不能忍受非粉 但是如果換了一台還是非粉 我可能就會把他們都賣了 再另尋別家吧 非粉是我的痛點 可能對你來說無所謂吧 但是說真的啦 我覺得Fellow真的是一台 跟別的磨豆機 很不一樣的磨豆機 而且使用體驗真的是蠻好的 除了他的一些小瑕疵以外 而且他的客服 讚哦 服務真的是蠻好的 好了 這期視頻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吃瓜吃的開心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桌子還好嗎 桌子還行 花了300塊錢買了兩台Fellow 然後還買了一個新的 細的還沒有出來的木 感覺真是賺到了